大家好 今天我们来读毛泽东诗词 水钓鸽头 崇尚井冈山 久有凌云志 崇尚井冈山 千里来寻故地 旧貌遍心炎 到处音歌艳舞 更有潺潺流水 高路入云端 过了黄阳界 陷处不须看 风雷动 惊其分 是人寰 三十八年过去 谈指一挥间 可上九天揽月 可下舞阳桌鳖 谈笑凯歌环 世上无难事 只要肯登攀 水钓鸽头 崇尚井冈山 是毛泽东写于1965年的一首词 最早发表在诗刊1967年1月号 诗词的创作背景是 1927年10月 毛泽东率秋收起义部队上井冈山 开辟了工农武装歌剧道路 并沿着这条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 取得了中国革命的胜利 1965年5月 毛泽东又崇尚井冈山 阔别三十八年 他感慨良多 诗性大发写下这首词 纵观全词 笔调名利 轻松 挥洒自如 节奏优美欢快 巧妙运用谚语 古人诗词 叙事 邪景 抒情 议论 有机的结合议题 一进开阔 高远 可以说其艺术性和思想性高度统一 是现代诗词宝库中难得的瑰宝 词得上却首句气势博大 一进高远 凌云二字 不仅形容巍峨的井冈山之高 而且形容伟人志向高远 自从1927年10月 毛泽东率领秋收起义的工农革命军 来到井冈山 开创了中国革命的第一个革命根据地 乃至重游井冈山 时间如白居过席 转业已有38年了 这38年 神州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诗人从作戴时机自主张的少年 到风华正茂上学时期的 到中流积水浪鳄非洲的青年学生 以致经长征 屈日寇灭老奖 建立社会主义新中国 从上不仅照应上文 久有重访井冈山树苑 而且表达了诗人盼望故地重游的迫切心情 1965年春天 诗人巡视大江南北之后 以70岁高龄重游井冈山 实现了盼望多年的树苑 其兴奋之情不言而喻 倍感亲切 举目环视 茫茫苍苍的井冈山 变成多姿多彩 生气勃勃的心眼 千里迢迢 风尘仆仆 一个寻字 不仅表达诗人 久久离别 依恋相思之情 而且表达了重游故地 无比喜悦欢快的心境 诗人展示了一幅绚丽多彩图画 蓝天绿树 黄鹰婉转 紫燕飞翔 西渐流水缠缠 举目仰望 盘旋的高路 插入白云渺渺的云端 字里行间 洋溢着诗人 无比喜悦 轻松而舒畅的心情 流畅明快的笔调 抒发了诗人 对井冈山变化之美的赞颂 诗人采用以小见大的手法 形象地描绘了井冈山的变化 它是当时国民经济经过调整 巩固 充实 提高 呈现祖国新貌的缩影 黄阳界海拔1343米 群山微微 云雾茫茫 地势险耀 可谓一夫当关 万夫莫开 诗人以轻松舒畅的情怀 来到黄阳界烧口 攀登鬼斧神功般 阴损难度 猿猴难攀的黄阳界 其他显处 岂能阻挡雄姿虎步 何须再看 诗人由眼前景色 挡开一笔 留下广阔的想象空间 夏雀开头三句 铿锵有力 置地有声 状伪囚禁地 展现了井冈山 以及整个革命斗争时期的 风雷激荡 红旗漫卷的壮阔场面 井冈山列列红旗 打碎帝国主义 官僚资本主义 封建主义枷锁 变成没有压迫 人人平等 人民当家做主的新中国 诗人运用白描手法 不仅照应前文 崇尚井冈山 点出离别的时间 而且浓缩 时空距离 表达了 腹筋追悉 丰富的情感 38年 以毛泽东为首的 中国共产党人 不屈不挠的 中华儿女 经受的是血与火 生与死严峻的考验 囊括抗日战争 解放战争 以及新民主义 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 丰富内涵 神中大地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这过去 弹指 看似轻松 包含着沉重的牺牲 和可歌可泣感人的诗篇 胜利果实来之不易 这只是万里长征第一步 诗人以无产阶级革命家的豪迈气魄 表达中华儿女凌云壮志 可以飞往昔日高不可攀的天上 去摘月亮 可以探入深不可测五大洋 去捉拿鱼鳖 然后谈笑风生 唱着胜利的歌曲 从容而归 酣畅淋漓地抒发了诗人 征服宇宙的革命家豪情 作者用深刻的哲理 启迪鞭策人们 胜利属于不畏艰险 勇敢攀登的人 只要有毅力 有恒心 目标就一定能实现 好 刚才我们读了毛泽东诗词 水吊歌头 崇尚井岗山 感谢收看